昨天的吴奇龙四爷在微博上高调宣布了恋情 其实这也让我们想到从当年的这个霹雳虎到如今的四爷 吴奇龙的演艺事业走的并非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正如他的爱情之路好像也是充满了坎坷 谢谢大家的关心及祝福 我们很珍惜这份得之不易的感情 真心的希望大家在我们仅有的私人生活里 给予一些自由的时间与空间 谢谢体谅 吴奇龙近年来因出演《步步惊心》中的四爷二度走红 如今事业爱情双丰收获得大家祝福 但回头看四爷的感情之路却也一路坎坷 青涩爱恋徐若萱 15岁的徐若萱与另外两个女生组成了少女队 而当时恰恰是小虎队红翻天的时候 徐若萱与吴奇龙不期而遇 两人迅速坠入了爱河 不过因为吴妈妈的反对 这段感情却无忌而终 初恋那次的分手 我是被提分手的那个人 所以真的第一次知道人家讲的心痛 原来心真的会痛 三年感情蔡少芬 1999年吴奇龙街拍《妙不可言》 与蔡少芬共普恋曲 两人相恋三彩正准备结婚时却意外分手 虽然蔡少芬亲口证实他们分手原因与第三者无关 全是性格不合所致 但也难免引发外界猜测 因为合作的关系我们有机会认识 慢慢慢慢慢慢开始会觉得想念对方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可可以给人家信念的 还有尊厌 信念 对还有对家人很复杂 负责 对 两年婚姻马亚书 吴奇龙与马亚书2001年相识于电视剧《消失一郎》 在相恋五年后 2006年底 相差七岁的两人在马亚书的家乡昆明领取了结婚证 婚后一同现身某活动的两人言谈举止 洋溢着幸福 这样年偶像我你感觉什么 天哪 进了天堂了 从小就一直是 他是梦想中的白老 而就在两人在媒体前大秀恩爱后没多久 2008年吴奇龙与马亚书决定以协议离婚的方式 结束仅仅两年的婚姻生活 其实奇龙的事业心很强 奇龙也有跟我说 马亚书在的时候 他也有很大的负担 他会坚持他很多东西 和马亚书离婚后 吴奇龙一直保持单身 2010年因为合作步步惊心 吴奇龙与刘诗诗相识 并一路横扫各种迎评情侣奖项 最佳一幕情侣 刘诗诗 吴奇龙 哇 恭喜 恭喜斯拉哥和马尔泰若西 刘诗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演员 然后对我自己的戏也有很大的帮助 在这里借这个机会谢谢他 谢谢四爷 此后两人又一起接拍 步步惊情与犀利人师 不管是片场还是发布会 都显得十分亲密 两人之间时不时的亲密举动 让他们相恋的消息甚嚣尘上 之后还被媒体拍到一起亲密同游的画面 可是面对外界猜测 两人却始终拒不承认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他的想法吧 但是我们也不可能说 就是按照别人的想法去过活 对不对 我们现在很多工作都一起做的 包括我们还不是只有戏剧 还有广告 我们所有的工作时间 可能行程都是一样的 那难道做同样一件事情 你不搭同一班飞机 直到13日 吴奇龙在微博上承认 这段隐藏许久的感情 才终于曝光在公众面前 或许就像刘诗诗 自己在微博上写的那样 我相信上天会给最好的安排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